大家好我是杰少先站后看好习惯 也欢迎新来的朋友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哦 非常的感谢大家 我们南宁这边这两天一直下雨 而且下的非常大可以说是暴雨 从前天晚上一直下到今天 现在还在继续下不过小了一点 都是大鲍鱼 在台湾应该说是好雨吧 所以出门很不方便 我想去菜市场买菜都去不了 我就想着下雨 干脆就买泡面回来吃就算了 也不想吃什么青菜这些 我刚才呢就去 我住的附近这里有一家沃尔玛 看了一下有没有满汉大餐大陆版的卖 虽然说现在还吃不到台湾版的满汉大餐 但是大陆版的满汉大餐超市应该有卖吧 你们猜结果会怎么样 还真的没有 不说台湾版的连大陆版的都没有卖 好奇怪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我感觉我是不是跟满汉大餐没有缘分 想吃都吃不到 不管是台湾版的还是大陆版的 前几个影片我拍了说去找马汉大餐嘛 然后很多朋友说在南宁的沃尔玛 或者是北京华联这些超市里面都有大陆版的卖 然后刚才我去找了真的没有 包括大润发我也去找了都没有 但是我没有录影片 因为超市里面他们都喜欢放音乐嘛 音乐因为是有版权不能上传油管这里的 所以我就没有录影片 当然淘宝那里有大陆版的满汉大餐销售的 我为什么现在还没有买 我就是想等着台湾版的一起网购回来 到时候我拍一个开箱的影片 然后对比一下两岸的满汉大餐的口味有什么不一样 但是好遗憾的 我想吃台湾版的没有吃到 有可能是买不到了 目前我为什么说 台湾版的满汉大餐可能买不到了 你们看一下 我这几天一直在网上问一些店家 我给他们发信息的时候都是已读 但是没有任何的回复 到现在都没有回复 而且这一家店 它是专门经营台湾的一些食品 是在福建那边发货的 问他他已读但是没有回复就证明肯定是没有货 但是没有货的话你应该也要回复一下呀是不是 还有这一家说是代购的 是从香港那里发货的 你们看也是已读没有回复 我估计也是没有货 而且我看了很多家 他那里写着你下单以后要30天很夸张的说可能是30天以后才发货 而且一包29.5元不包括油费 不包油 也就是你想买这个满汉大餐的话一包29.5元 但是油费还另外出 然后可能是一个月或者是半个月以后才会发货 估计也是因为缺货的原因 所以他们才设置了30天或者15天以后发货 有些朋友可能会认为我为什么对这个满汉大餐这么感兴趣 我其实是比较好奇的 并不是说他有多好吃 而是我想知道同样的一家企业 然后同样的一款方便面 台湾版和大陆版到底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我的好奇点是在这里 有些朋友看到这里的话是不是觉得我要疯了 为什么一定要吃满汉大餐 其实就是因为台湾的朋友介绍我说 他说这一款满汉大餐非常的好吃 特别是台湾版的 其实我的好奇点也并不是说他有多好吃 我才想着吃 当然好吃也是其中之一 我比较好奇的是两岸同一家企业出的方便面 然后同一款方便面 到底大陆的标准和台湾的标准 里面的内容有什么不一样 还有两岸的执行的标准有什么不同 我的好奇点其实是在这里 所以说暂时可能与台湾版的满汉大餐无缘了 也没有办法拍开箱满汉大餐的影片了 不过呢我发现一些台湾的网友还有香港的网友非常的热心了 叫我留我这边的地址然后他们从台湾或者是香港给我邮寄满汉大餐过来 不过很遗憾的告诉大家呀 前几天我也打听了一些快递的消息 我们这边因为疫情的影响 暂时还接收不到外面邮寄过来的包裹 所以感觉有点遗憾啊 在这里呢也很感谢大家的热心 非常感谢你们 在这里呢我想特别感谢一位网友 他说介绍网购台湾版满汉大餐方面面吧 再拍给我们看顺便告诉我们吃的感觉如何 我在你上部满汉大餐有超级感谢赞助 今天这份是摄影师的 等你新片哦 加油 在这里呢 非常感谢这位网友的赞助 真的很感谢也很感激 但是很遗憾有可能目前暂时无法拍摄开箱满汉大餐的影片了 因为疫情影响种种限制 然后想网购现在也网购不到满汉大餐了 只能说非常的抱歉也很遗憾 所以呢目前也只能继续等待看看什么时候 我们可以收到外面的包裹 还有可以网购到台湾版的满汉大餐 到时候的话我一定会再拍开箱满汉大餐的 那您这两天天气不算好啊 一直下雨而且特别大 前天晚上开始到今天 现在还在下呢 你们那边下雨吗 如果下雨的话出门要注意安全哦 而且一定要带雨伞 不要被淋湿了 哈哈 大伙又被迫营业了 还在睡觉我就抱他起来 现在眼睛都没睁开是吗 现在跟大家说再见 好了我们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观看我影片的朋友 也要把广告看完哦 非常的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了 现在他有点爆鼻气了 是不是想睡觉 好了好了 拜拜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了 赶紧带你去睡觉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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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不要这样了 去睡觉了 走了走了 走开